艰难生子,难产当天老公却和别人开房。 前半生艰难换来后半生幸福。 贾静文参加声林奇境的旗袍造型,惊艳了无数网友。 已经40多岁的贾静文,却在这一刻让观众想起来了二十几岁的他。 1993年,贾静文的父亲生意失败欠下巨额债务,还被检测患有癌症。 母亲毫无办法弟弟尚且年幼,二十岁的贾静文突然需要扛住还债和养家两项重任。 贾静文不得补辍学,开始在剧组和医院来回奔波,很长一段时间里,午饭都只有时间在路上吃。 。 父亲病危那一天,还不够成熟的贾静文却做了非常成熟的一件事,拔掉了垂危父亲的氧气管。 。 让保守病痛折磨的父亲结束了一切。 。 父亲离开后,贾静文依然需要马不停蹄的工作还债,一天安排十个工作,两年接拍了十六部戏。 。 。 至尊红颜,一天屠龙记,大汉天子等就是在那时拍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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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喜欢,贾静文依然在外拍戏。孙志浩也忙得很,常常在外花天酒地,运气出轨。 贾静文为了刚出生的女儿忍气吞声。孙家却越发离谱,阻止贾静文与自己的女儿见面。 贾静文常在媒体面前气不成声,面容憔悴。 2010年,整整过了五年这样的生活,最后贾静文终于决定离婚,就算损失2600万,换回了女儿和自己。 那一年贾静文36岁。 离婚后贾静文明显开朗快乐了很多,跑步健身拍戏,常常在网上晒出自己与女儿的幸福时光。 后来遇到了修杰凯,两人生下了女儿步步,去年有生下了最小的女儿柔妞,一家四人超级幸福。 修杰凯说,希望给她更多的安全,真心实意地爱她比什么都重要。 修杰凯实现了自己的诺言,对贾静文和她的女儿们,都全心全意地去照顾,去爱。 修杰凯实现了自己的诺言。 佳静文前半生的苦难,终于因为修杰凯而结束,等来的是人间最美好的幸福。 希望她永远这么美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